春風和好友王陽明 六日一起出席品牌活動 透露私下感情超好的兩人 竟然是會互送內褲的關係 還順時來一場商業互捧 其實我很久沒有買 精品 奢侈品 上一個買的是什麼 內褲 他很喜歡帥的內褲 他有送過我一些 對啊 帥的內褲 真的 從事跑到可以互送 我們超好的好不好 對啊 我們真的是 超好的兄弟 知道商業的尺寸多少 大概知道 哦 可以通了嗎 我們這位下標都會 XX超大的 哈哈哈哈 商業互捧 你是什麼 但卡也很大 而春風日前被拍到違規停車 又隨手亂丟煙蒂 不過被問到此事 本人竟然完全不知情 不知道現在有那個 學生的煙盒 煙盒 這裡有煙盒 真的沒辦法 以後不會被拍到 什麼一些違規畫面 我被拍到違規畫面 那時候 我抽煙不是都丟煙會缸嗎 你不然會被拍到 就有煙口到的狗人 哦 但蠻準的 真的假的 蠻準的 謝謝謝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啦好啦 早晚要面對 我這種壞習慣 其實是要改 好 不好意思 黃耀明則是在八月 傳出婚變傳聞 不過老婆蔡詩雲 在十月PO文為她慶生 夫妻關係似乎已經回暖 她也透露兩人 在聖誕節的計畫 聖誕節 因為我女兒生日 所以通常都是陪我女兒 就這樣子 中午是生日 對啊 所以晚上就在給聖誕節禮 她很可愛耶 我們就教她說 要跟聖誕老公公 要求一下許願嘛 對不對 就是她說 她要更多氣球就好 我想說 哇 好乖喔 對啊 之前也會幫她算拍嗎 看DISZ吧 對啊 我都是讓她 去規劃這些